手机现在已经越来越同质化了 从性能到外观皆是如此 那有一些手机独具性格才会让你记住它 而华为的Mate 50 Pro就是这样的一款手机 这个手机呢刚刚发布 我现在手上的一款是黑色的素皮版 那这款手机呢 先说一下上手的第一体验 其实我跟它之间的渊源还蛮深的 华为的Mate 40 Pro在刚刚上市的时候呢 我就率先的体验过也拍了视频 那这是华为的Mate 50 Pro 我依旧可以感觉到两款手机的渊源 首先是这个背面家族式的这个摄像头的模组 这个地方做的非常的工整 而且呢我们觉得它做到了很多对称的结构在里面 这个模组呢 如果你离远看能一眼辨认出 它就是华为手机 而且就是Mate系列的手机 我觉得这点现在已经难能可贵了 然后另外这个摄像头的模组如果仔细的看的话 它这一圈 手摸上去的这个触感是很特殊的 然后放大看 它其实是有很多细小的格纹 看上去是很高端 而且看上去是很显档次的 那我手上的这一款素皮版呢 它的这个配色和材质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它周围的这些素皮 就是我们熟悉的这种皮质的手感 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另外呢 它中间摄像头模组这块是这种玻璃面的黑色的 所以这两种都是黑色 不是同一种黑 因为现在影像功能都变得比较强大了之后 而且摄像头旗舰相机在这个里面的科技也会比较多 所以呢 它会有一些凸起 但依旧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款手机在握在手上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的分量还是比较有的 你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分量的 但是呢 它没有让人觉得很坠手的一个原因是 在很多的细节做到了一些优化 比如说在这个两边的这个地方 做了一些收窄 因为它用的是曲面玻璃 但是呢 我们觉得这个曲面玻璃看上去跟Mate 40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中间是不锈钢的这个边框 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线的分隔 拿到手上的整个玻璃 不锈钢 素皮 然后再加后面的玻璃 以及这种铝质上面的压格的这种条纹 然后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是非常的好的 下面呢 有一个华为的logo 正面呢 额头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刘海 然后左右两侧可以看到两个摄像头状的开口 所以这个整个的造型呢 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Mate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再来说这块屏幕 这块屏幕给我们的第一感觉亮度还是蛮高 细腻度也是OK的 任何一款手机 它在发布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卖点 但有一些卖点可能只是噱头 有一些卖点真正是科技的一些进步 你像这个手机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主摄像头是可变光圈的 那今天我也跟大家来主要说一说这个可变光圈这个事情 这款可变光圈的主摄呢 它最大光圈是F1.4 然后呢 它可以从F1.4一直调到F4.0 其实说这个1.4是我蛮熟悉的一个参数 因为我购买的第一支镜头 就是佳能的501.4 那那个镜头虽然很老了 但是我最早学摄影的时候用到这个镜头 然后我对1.4是比较熟悉的 当我第一次把镜头装到相机上 开到1.4按下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呢 真的有一种惊呆的感觉 然后从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我拍了大量的照片 我就对这个不同的光圈 它带给我们的体验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后来手机呢 每一年都会各家说自己的主摄光圈是多大 光圈是多大 比如1.7 1.6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呢 这些光圈都是恒定光圈 稍微了解一点摄影的朋友都知道 关于影像的曝光呢 其实有三个参数啊 光圈 快门 感光度 那对于手机来说 快门和感光度都是自动的 而光圈是恒定的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 这些很多手机 它给你一个最大光圈值 其实也锁定到这个值 你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光圈优先的设计 但是呢 也仅限于锁定的这个优先级的数值 如果你想使用其他的数值是没有可能 其实我也有考虑过 就是如果手机的光圈可调 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这个拍摄的样张和拍摄的体验当中 都有感触到 就是如果最大光圈 它进光量是最多的 这一定是它的优势 但它有劣势 就最大光圈 它的画质 就是画面的锐利程度不是最高的 要稍稍收小一点光圈 它的画面锐利程度才会变高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当你的光圈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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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戴了个假发或者很假跟后面边缘 但是可调光圈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最大光圈的时候 形成一种真实的虚化 那刚才我用这个手机也拍摄了一些照片 就是在不同的设置的光圈值的情况下 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然后画面表现的也是不一样 而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不是AI计算出来的 而完全是光学带给我们的真实的这种虚化的过渡 那你就看不到这种头发边缘 被AI抠图抠得非常惨不忍睹的样子 对 所以呢 我觉得可调光圈再加上大光圈 这两者同时具备的时候 那这个主摄才真正能发挥出它的一个特性 因为我平时也做大量跟摄影有关的工作 做评测 所以我对于这个影像呢就有更高的追求 包括在看新手机的时候 包括一些旗舰手机 它的一些这个拍摄的性能 我也会仔细的去体验 当然我觉得现在各家手机在宣传自己的新品的时候呢 都会把影像质量率先来说 或者着重的来说 当我用过这么多设备的时候 我再来看这一些宣传的时候 我就会有我自己的思考 就是哪些提升真正是我能感知的到 而且我觉得是有质的飞跃的 而哪些提升只是字面上的 对 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聊到的 关于这个可变光圈的这个华为Mate 50 Pro 它带给我们的体验呢 就我的初步体验啊 就是大光圈加可调光圈是非常可用的 而且我蛮喜欢这样一个设置 既然作为旗舰系列 华为Mate 50 Pro 在Mate系列里头加Pro 那所以呢它会堆很多的料 我觉得这个料对于影像工作者 或者是你很重视手机影像质量的朋友来说呢 它一定会带给你AI摄影以外的乐趣啊 超越AI摄影的这种乐趣 再来说一下我遇到这个手机的另外一个故事吧 其实我觉得今天也并不是一个这个手机 它的全面功能的一个挖掘 只是来自于一个影视器材的自媒体up主 它对于手机影像方面的考虑 手机发布的头一天 我参加的一个关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访谈 其实是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博物馆里面进行的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博物馆 我就把最早的影像 以及运动影像的记录方式 还有放映方式的设备看了一下 然后再到工业化流程 再到普及的过程 再到家庭中拥有 再到个人拥有 再到影院的高端设备 那最后我看完这一圈之后呢 是有很多的感叹 它是一个从一个灵感迸发出的一个工业的项目 所以呢最早只是大家通过一些简单的简陋的工具 营造出动态的影像 然后最后大家还要想办法把它记录下来 还要呈现给大家 然后我又参观了这个博物馆里面 关于剪片子啊 关于拟音啊 关于接片子啊等等的 还有调色化妆 抠相 这一系列的流程 然后我就发现 电影工业真的是非常复杂 而且很值得让人尊重的一个行业 电影它是很精彩的 我们也是很愿意去看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形态呢 它是需要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科技以及团队才能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每个人心中的影像的梦想应该如何来承担呢 最后我拿到了手上的这个手机 华为Mate 50 Pro 我就会觉得 从看到的那么多的设备 最后 其中的一个分支 居然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上 那每个人都可以拿它去拍电影 或者是去拍短片 以及我们去拍一个Vlog 那这个东西是属于你的个人记录 它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是私人化艺术形式 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大众化 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展现给大家来看 此时此刻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 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 你把它记录下来 那多少年之后 你在看它的时候 你就忽然会明白 这一段影像 它的意义在哪 索尼的Z1 是一个下三盖的一个手机 很古老很古老 没有摄像头 第一点就是影像 必须要强 影像功能 一个是静态影像 另外一个是动态的影像 静态就是 我希望它的像素 不说有多高吧 但是它一定要在弱光的时候 能够满足我的拍摄的需求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相机的视频 我希望它防抖会更好 因为手持拍摄会占比较多的使用场景 另外呢 我希望这个视频的拍摄分辨率至少4K 我并不希望高光动不动就爆掉了 或者就有死黑了 然后一看就有浓重的数码味道 一点都不像一个博主拍出来的内容 我有一次是去兰州 然后呢 我在马路的对面 看到一个公交车站 我不知道哪趟公交车 它会经过哪几站 我就用我的手机 放到50倍长焦 拍了那个站牌 所以这个体验真的是超赞 给我胜去了过马路 以及给我带来了很多 很多方便的地方 最中心的一个希望 还是希望 不管是Mate系列 还是P系列 它能走下去 就是能让我看到后面的机型 再继续出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看这样一期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赵军日记 也希望有更多关于手机影像 或者是这种个人影像 创作者的一些话题 可以跟我聊 比如说你是从事这个 个人影像的 或者是你开了小型工作室 或者你只是一个影像的爱好者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内容 对于你有帮助 求关注求转发 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波 这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喜欢短视频 热爱旅游热衷记录生活点滴 并且希望把它们拍成Vlog和短视频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 想怎么选购器材 怎么剪辑视频 欢迎阅读我的新书 Vlog短视频拍摄与剪辑 从入门到精通 我为这本书拍摄了50个视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看 这本书是写给零基础的小白和进阶玩家的 只要看粗体字 就可以快速读完本书 对于哪个章节感兴趣 只要精读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短视频创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希望你的Vlog短视频创作之路 由我相伴 我是赵军